《洛陽地震局養雞鴨測地震》 這裡不是普通的雞鴨牆 也是河南省洛陽市一個生態園 但這些家禽竟然是用來預測地震 園內有上萬隻雞、鴨、狗、兔、魚、青蛙等 據稱是洛陽市地震局長自養用來預測地震 短片近日在網上熱爆 工作人員說地震前動物會有異常的反應 用這樣的土法來預測地震準不準? 地震局說生態園是當地54個宏觀觀點之一 動物仍不是地震局長自養 又強調當局監測地震 一方面用監測養殖動物異常的土法 同時利用測量地傾斜、電磁波、地電、地溫等高科技手段 它的周期比較好 它的周期比較好 它有了 不斷地震降臨 050秒 大約 超級震降臨